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鹿军在新军事变革中真的正在被淘汰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早在和平使命2010联合军演中 作为世界陆军强国的中国和俄罗斯 就各自派出了千余人的陆军战斗群参加 以检验各自陆军改革的成果 中国重点检验了2009年加入新训练大纲的营战术演习 也就是俗称的陆军合成营 俄罗斯则检验了其师改履的训练成果 到了和平使命2014联合军演 中国更是出动了超豪华版的陆军合成营 并首次展出了解放军陆战王牌 99大改坦克 从当时的报道看 此次参演的何成营从万岁军某部抽掉 抽组的部队拥有两辆装甲指挥车 10辆99A型主战坦克 30辆步兵战斗车 6门120毫米自行排流炮 还有上级加强的6门122毫米自行榴弹炮 6门35毫米自行高炮 3辆装甲侦察车 4辆装甲工程车 这样的配置可以独立随行较为复杂的战役战术任务 合成营包含有坦克 步兵 炮兵 工兵等针队 几乎囊括了陆军的所有基础兵种 在营一级上就可以解决不坦协同 步炮协同 破绽开路等问题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再赢这样的战术分队搞合成化呢 立足于地面大兵团集群作战时代的陆军编制 其合成化的最低层级为团一级 战时以下辖若干团的施级单位为基本的战役单元 这样的编制既有利于大兵团作战 也是受制于指挥通讯技术局限的无奈 为便于指挥控制 部队不易过度分散 海湾战争后 随着军队整体打击水平的提高 在体系作战下 将大量部队集中以求形成局部优势兵力的做法 只能招致铺天盖地的火力极息 同时 随着指挥通讯技术的发展 部队的指挥控制水平也大幅提高 这就意味着将部队小规模分散 逐渐成为可能 美国从上世纪末开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陆军编制体制改革 2000年率先建成世界第一支数字化部队 第四基布施 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本计划派遣第四基布施在伊拉克北部开辟第二战线 然而由于一个国家的拒绝 竟让这一计划落空 在民财虎微信回复基布施 查看美军第一支数字化师首次出战的内幕相情 2004年美国陆军开始推进模块化编制体制调整 将原来重型装甲师和步兵师下属的旅 都改编成为模块化的旅籍战斗队 在战时可根据实际作战需要像搭积木一样灵活搭配 美国之所以成功实现转型 除去深厚的军事技术积累 其扁平化指挥 模块化编组的思想也功不可没 美军装甲旅战斗队下辖的联兵营 率先实现坦克和步兵战车的常态化混合变质 每个联兵营下辖两个基布连和两个坦克连 能够在旅舰制内独立完成作战任务 美国人认为他们的重型联兵营可以消灭世界任何陆军的步兵营 打垮所有各国陆军的机械化步兵团 甚至于中等国家的机械化步兵旅作战也不落下风 虎妞表示 他们一定是忘了蒙哥马利元帅说的 永远不要和中国人在地面交手的忠告 作为大炮兵主义的忠实粉丝 中国陆军合成营编制内的炮兵支援火力 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合成营编制内的各型火炮 借助激光末端修正弹和末敏弹 可以做到八公里外打残重型坦克营的任务 而此时 对手尚未进入目视矫展距离 在信息化的时代 陆军只有融入现代作战体系 成为数字化体系的末端 才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不久 解放军报报道的 陆军合成营战术演习的场景 解放军重型数字化装甲合成营的所有战车 都配备作战信息终端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作战地图 能够实施网络化条件下的指挥控制和精确火力打击 在空军航空兵和陆航部队的支援下 这种配置豪华的合成营 在实战中能够迅速打垮周边任何国家的 传统摩托化步兵旅 甚至摩托化步兵师 中国陆军目前正在由区域防卫转向全域作战 合成营的建设和发展 对推动中国陆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 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请问迷彩虎的APP和网站同步的上线了 如果您想关注最新的军事资讯和往期的精彩视频 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按营码进行下载 同时如果您想抢先观看迷彩虎的精彩视频 和虎妞进行真人互动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和贴吧 和虎妞进行提问吐槽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千万别忘了点赞和打赏哦 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